嘉義警方又破獲了詐騙集團 這是受害民眾損失的上百萬 後來跟警方合作 嘉義要來加碼投資 約定了車手要再付錢 結果當場被警方給逮捕 結果逮捕了這個車手 在他身上收到了這一張 跟財神廟求得的財運亨通 上上千 他就說過去的財神非常靈驗 怎麼這個時候不保佑了呢 警方就笑他 你做壞事誰會保佑你呢 在衛生中部發出了